那台北呢 小玉我们也来看一下台北 因为最近科皮的动作也蛮多的 他才刚跟馆长直播 而且据说呢 他的直播数超越了当时的韩国瑜 他为什么在这个时候 选择这时候跟馆长直播呢 当然同样的问题 也是在最后冲刺 要拉中间选民的票 你蓝绿返强嘴专 一阵你没感觉 你记得过来好像吞著不吞 社会福利可以这样做事 所以意思是说 那钱不可以 社会福利不可以起头实话 不管他有钱没钱 很平均分一千五百块总是对的 你许许中每天花一千五百块 就像这样一样 没有啦 那就是选 那就是我老公公的平派 你就去县市政府就聚钱 那从人家贡钱 你两千一三千一一 你聚钱了 拜托 昨天两个人都很轻 馆长也没有三角圈圈叉叉咯 对对对 他只有开场的时候有啦 好了 我们回来讲 那台北的蓝绿板块呢 昨天那一场 那个谁啊 他们都很节制啊 所以我就说都很轻啊 对 然后蔡碧如 其实还蛮反对柯碧去上那一场的 怕失眼 对 怕失眼 那柯碧就坚持要去 所以蔡碧如还讲了一句玩笑话 就是我们两个还真的很不合 好了 我们回来讲 我们回来讲 其实我是 在柯文哲主政之后 蓝绿板块又有没有出现挪异呢 其实台北的蓝绿板块 如果讲蓝绿的话 是刚好跟高雄相反 就是四五比五五嘛 绿蓝板块 但是呢 所以台北市的蓝五十五 绿四十五 对 它大一点 那今年会比较难评估的原因 是在于就说高雄 因为它只有两个候选人 我只好过半数呢 我就当选了 那台北变成是三个人 三个人的票上面就很难算了 今年是三个人嘛 那以上一次的来看的话 这个也是差不多 投票率是七十点四六嘛 但是上一次是 上一次台北市 就如同这一次的高雄 是很热的 所以有激发出七成投票率 就是这一次 就是预测高雄 投票率可能不止七而已 可能会高达八 高雄会到八 对 太热了 地方县市长选举投票率 大家都会讲说 他会不会超越 我们有史以来最高的 那个总统大选 总统大选的投票率 因为高雄就是说热到不行 总统大选投票率的等级了 对 他那个 那个选民热情到不行的地步 所以高雄 这是投票率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观察点 他都会不会破纪录 这真的很难预测 美国现在讲到高雄 还是把高雄讲到 那如果来到八的话 对谁比较有利 八的话 他们觉得如果是 比较 就是说有一个统计 就是有个统计 就是说他六成五到七成 如果维持平常的水平的话 如果是六十五到七十 对 那这个 恐怕就是所谓的绿大于蓝 恐怕绿营比较有利 但是如果你投票数 冲到太高的时候 就是那些平常都是 有句话叫木头人 木头人都出来投票了 那些人如果出来投票的时候 恐怕会对绿营比较有 有点不利 所以说这个投票率多少 当然也会冲击到这个选情 好 因为蓝绿归队的情况之下 会影响投票率的就是中间选民 或者是过去从来不投票的那些人 对 好啦 我们回来讲台北 台北你刚刚说是55比45 这是蓝比绿嘛 这是原来的基本板块 这个是本来就是上次的这个板块 因为那个柯P可能是中间选民 加上绿的盘 所以他大概第一次有了57点 57.16的这个比率 那原先文是创 创了国民党在台北市的新低 40点多而已 40.8而已 因为其实有一些浅蓝的票给了柯文哲 对 都对 但重点就是这次浅蓝的有回去到国民党吗 对 有吗 这是因为高雄的热度 高雄打成了蓝绿对决 所以影响到台北 所以台北现在也变成本来是三个人 现在也逐渐变成蓝绿对决 浅蓝的人也慢慢的回去 国民党那边了 丁守中那边 所以说丁守中来看 他到底会不会维持到连胜文的40% 如果他维持住了 那这个所谓台北市三个候选人排名 可能就不一样了 那跟我们以前认知的排名就会不一样了 那现在的问题是 所谓跟以前认知的排名不一样的意思是 以前大概很多的调查 都是某一个人都会最高啊 就是柯P嘛 对对对 然后再来就是丁守中嘛 再来就是姚文志嘛 可是高雄打成蓝绿对决之后 之后 蓝的回流了 绿的也回流 所以你现在柯P最近不是心情很怕吗 所以米宝的派老师认为柯P有可能在蓝绿归队就被边缘化吗 就是会边缘化 就说不要不要因为太坚真了太勇敢了 太坚真了 所以大家其实是跟着寒流走 就是说蓝绿通归队 在台北蓝绿一归队就很惨 那你有没有算荡选门槛 其实如果因为台北的热度不像高雄那么热 那我觉得还是维持七成的投票率嘛 那我觉得当选门槛至少要四成二 大概有63万票 那好一点的话就叫四成五这样子 那我觉得你再拖 任何一个候选要突破四成五很难啊 所以63万票是这一期要观察的 对对对 然后到四成五就有六成 谁先到63万票 就赢了啦 我觉得这一局就赢了 因为所以说这个今年啊 我觉得丁守中的票 到底会不会再创国民党在台北市的新低 这个也是一个观察点 63万票这个数字在历史上 就民进党来看就是苏贞昌曾经创造过 63万票 就62万 62万差不多七八千这样子 就接近63万票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大的一个门槛 也就是说丁守中如果守住 他们称之为叫做连胜闻防线 可是连胜闻防线 只有60万票 60万票 60万票已经是 已经是一个很重要的防线了 他如果在60万票之下的话 剩下的就是大概是85万票左右 以他的投票率来看的话 他守住连胜完六千万票 就是85万票 是交给姚文志跟柯P去分 那以姚文志现在的这种打法 看起来的话 应该气宝效应发生的可能性不高了 不高了 不高了 因为他的所有的打法都不是朝向那个部分了 不高的状态之下 我们就来看 谢长廷跟苏贞昌 过去分别拿到52万票跟63万票 过去的两次 22万跟53万票 你这样想的话 那如果他们真的拿到了 不要太多 但是姚文志他还要跟柯P分 对 我就说85万票 如果你减掉40万票 两个人对分好了吧 40万票 那对姚文志来讲 已经是历史新低了 他如果拿到60万票的话 他就跟丁守中两个平起平坐了 那就柯P拿到25万票 那不是全部人都翻桌了 所以这些事情就是很诡异的事情 就是其实是 现在应该是 绿的选民决定了这一次选举的 姚文志拿 姐刚才说 姚文志拿到多少票是关键了 是关键 而这个关键的程度是什么 是还有一个变音是什么 那以姚文志现在的这种打法 看起来的话 应该气宝效应发生的可能性不高了 不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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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的所有的打法 都不是朝向那个部分了 不高的状态之下 我们就来看 谢长廷跟苏贞昌 过去分别拿到52万票跟63万票 过去的两次 22万票跟53万票 你这样想的话 那如果他们真的拿到了不要太多 但是姚文志他还要跟柯P分 对 我就说85万票 如果你减掉40万票 两个人对分好了吧 40万票 那对姚文志来讲 已经是历史心低了 他如果拿到60万票的话 他就跟丁守中两个平解平坐了 那就柯P拿到25万票 那不是全部人都翻桌了 所以这件事情就是很诡异的事情 就是其实是 绿的选民决定了这一次选举的 姚文志拿 简刚才说一样 姚文志拿到多少票是关键 是关键 没错 而这个关键的程度是什么 是还有一个变因是什么 就是我们刚刚来看说 那个韩国瑜的现象 会不会造成蓝营归队的时候 所创造 如果说今天国民党 其实在想 团队在想说 我可不可以冲到65 不要太多 多2万就好 或多3万就好了 刚刚米凤说是63 只要63 其实就是安全水位 但是如果他们想的是 我设定是65万票 而这65万票已经也是 历史上的第二新低 因为郝龙斌跟过去的两次 都是拿到65万以上的票 于是如果今天归队的程度 是65万票 那我可以告诉你 绿营怎么分 怎么偏 怎么弃宝 大概都没什么效果了 大概都没什么效果了 所以这就是一个安全水位的 所以刚刚可欣说 这一次台北市长是谁 谁胜出的关键是在 姚文志拿到多少票 对 所以说我不是自我吹嘘 我早就写过台北市 还是个选局 不一定是大家想的那个样子 还有一个关键 其实还有一个关键 就是说除了蓝绿的 龟盘的概念之外 柯P还要确保一件事情 就是说他在35岁45岁以下的 年轻人的投票 对 他的投票率高不高 如果他的投票率够高 他搞不好还是可以抵挡得住 这个蓝绿之间的这个竞争 不管柯P还是韩国瑜 他们都要面对一个 最重要的课题是 支持他的年轻选民 以及中间选民 有多少人会出来投票 因为从过去的历史经验来看 年轻人的投票率是低的 他们在键盘上很热烈 但不见得会出来投票 当然太阳光那一次是个例外 第二个是中间选民 通常对政治比较冷漠 他们也许在家里会看电视 你转到他把你问的时候 把他问的时候他会说一下 但是你叫他放弃 家庭出游的时间来去投票 有的时候中间选民说 我哪有 我感觉跟我们母去吃一餐 比较好吃的 我也不可以去投票 所以中间选民的投票率也是低的 我想这是柯P 或者韩国瑜都要面对的问题 但我们回来讲姚文志 姚文志的操作 真的有可能让气宝不发生吗 刚刚我赞同范老师讲的话 所以姚文志 你现在跟他讲气宝 他会收起来 他会跟你讲说我什么气宝 他要拼第一 他那是做二忘一 他昨天那一场真情流露 真的 你知道姚文志 他自从礼拜天的手牵手护台之后 整个气势就起来 不过说实在的 你去现场观察 他的这个人真是一场比一场多 就是有那种爆棚起来的气势 你有到现场去吗 有 他昨天在原山花博的那一场 你知道吗 那一场的现场 本来是 应该是可以容纳五六千人 可是现场有号称有一万人 你知道他看到现场那个气势 姚文志昨天整个 我可以觉得他整个气都起来 他在现场的这个民众 诉说他的这个委屈 其实他本来的讲稿 是要讲说 那个什么洪耀福 这个党中央跟党中央要资源 多么委屈 然后还要讲说那个高家瑜 然后还要讲怎样 可是他讲高家瑜什么呢 我看到高家瑜我们特别用 画面有红圈圈起来 就是高家瑜在现场 其实这个 要稍微解释一下 他就是高家瑜他在讲的时候 他就说五节衰衰的女议员 那个陈菊致辞的时候 他就在 他讲话的时候 他就给他跑掉 那我觉得这个是 我觉得谢谢女议员一讲的高家瑜 对他是讲那个 十一月十二号的 他讲十一月十二号 台下就一直喊说高家瑜下台 对 这个还原一下 他讲的那个是十一月十二号 上个礼拜一啦 我主持的那场记者会 陈菊去市议会 跟这个所有的台北市议员 造势的那个场合 没有菁姐 老实讲我根本没有 我根本没有看到高家瑜离开 老实讲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秘书长打脸台北市的候选人 姚文志觉得说姚文志昨天讲的是错的 是不是 没有我这个真的要缓夹一下 不是不是你搞错我们在对话的内容了 我是说说昨天 上个礼拜一的那一场 其实大家是要有一个再一致联合团结的气势 团结 那一开始大家全部都在 其实也有一两位晚到的啊 可是也都后来都到啊 姚文志刚刚讲就是说高家瑜先离开啦 也有一两位 富密书长要帮高家瑜讲话 不是 我是说也有一两位先走了 那这个都是先都知道的 那党中央要赶快发声明给姚文志 叫姚文志不然乱讲啊 孟凯你没有理解 昨天他讲那一段话 其实他是在铺那个梗 说即便有这些事情 但是大家都不要再讨论这些细节 重点是要互相体谅 而且要团结一致 这个阿文志我们来看一下 到底这场造势会 姚文志用什么样的诉求 来打动选民的心呢 姚文志 不要激动 我给大家报告 为什么的翻转 因为姚文志 对台北市未来我电 我所有政策大家看到 大家看到我大巨蛋 所有好专人 不是跟人家下车人 就是黑箱的财团谈判 那些是空水保险 姚文志看到年轻人 不是 柯文哲我们去社会主宰 用麦几千元 四年来这儿跳票 那个翻白眼 你不能这样讲啊 他眼睛打啊 他讲到现场据说 姚文志脱稿演出 不只脱稿演出 还挤压到蔡英文的时间 对 因为其实他那个字词呢 一个人是只有15分钟 楼台下还有一个举牌员 你知道吗 就是像我们这样 如果你讲太久了 他会给你画圈圈这样 结果后来 昨天姚文志 他讲到15分钟的时候 那个举牌员就举牌 就跟你讲说 因为你下一个是谁 下一个是蔡英文总统要上台 对 结果呢 就后来姚文志 我就说他昨天整个气就起来了 他就从陈景峻一直讲 讲到洪耀福 讲到高嘉瑜 讲到欲罢不能 他就讲那个举牌手说 你不要再给我举牌 时间不要再举 还喝止那个举牌员 这样 就后来他就一直知道 讲讲讲 他整整讲了30分钟 就他后面的那个蔡总统 还等了再多等15分钟 才让他上台 不过这个还是要帮这个高嘉瑜讲一下 因为其实姚文志在讲的时候 其实你看他从头到尾都看前面 他没有看后面 可是他在挤眉弄眼 然后翻白眼 可是他在讲高嘉瑜的时候 他其实是要诉说自己的委屈 因为他从陈景峻 一直讲到洪耀福 一直讲到高嘉瑜 你只能说他铺成铺梗 铺太久了 那他讲的时候 他没有回头看 他不知道高嘉瑜不在 所以他刚好又好死不死 讲到说有一个水水的议员 我在说的时候 他就没在 所以真的高嘉瑜 那个时候他去上厕所 他刚好就那个时间点 他们两个就是冤家入宅 他讲的时候 他刚好上厕所就不在 就高嘉瑜回来的时候 哇 那不得了了 所以台下的议员 所以台下的那个支持者 就会讲高嘉瑜说 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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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搞到全场都很尴尬 后来高嘉瑜回去 他就还发脸书 他就发了八个字 说放下仇恨 团结加油 不过大家也知道说 他们很喜欢见缝插针 他们两个 那他眼睛又大 所以你说他做那个表情包 有没有 他在讲话的时候 一下子好像翻开眼 一下子看旁边 那大家就那个 媒体又喜欢捕捉镜头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 所有人都穿绿色 就高嘉瑜穿红色 所以他的那个镜头 是特别特别的斜眼 那被人家做文章 这个也是没办法啦 他干嘛不穿绿色呢 他可以穿白色 没有 好来 我也要来讲一下 我那个先打个岔 我很想请教一下 这个嘉禽姐 我想了解一下 这个最近民进党 有没有对柯文哲 有战略上的调整 因为最近这个 没有特别调整 我们打从开始 决定提名以后 就是非常一致的 但是我这个 我也蛮想问的 就是在台北市内 是敌人 走出台北市之后 突然又变朋友了 这什么概念呢 那个阿关 我稍微修正你一下 因为我们没有讲 敌人两个字 是对手 对手 对 意思一样 因为竞选就是要 使人不当选啊 台北市内是对手 对 跨出去之后 变成朋友 这是什么意思 变成队友 这个概念是这样子 过了11月24号以后 我们也不是彼此的对手 我们还是可以做朋友 不是 但是现在还没有 选举就是这么回事啊 现在还没有过11月24号啊 所以选举就是这样嘛 过去我跟她是朋友 可是逝嘛 对吧 但是打从我们午夜 底开始提名以后 那我们就是变成竞争对手啊 那姚文志现在 听到心里都可以讲 难怪姚文志昨天会爆气了 原来连现在党中央都还是觉得 没有办法跟柯文哲完全切割 没有 她讲得很清楚啊 说台北市 说台北市 姚文多讲得很清楚 在台北市 我们跟柯P就是竞争关系 她讲得还不够清楚吗 但是柯P并没有在其他县市选举嘛 意思是这样嘛 所以我们其他县市的候选人 没有要跟柯P竞选嘛 他们跟柯P当然可以做朋友啊 所以我们其他县市的候选人 没有要跟柯P竞选嘛 他们跟柯P当然可以做朋友啊 这彼此之间不冲突的事情 但是在台北 所以照你们 照明天的逻辑就是 在高雄市内韩国瑜是对手 离开高雄市韩国瑜是朋友吗 不是 其他的候选人 所以我在讲 所以我觉得很奇怪 你为什么特别讲柯文哲呢 因为所有的候选人 都是在他那个选序选啊 离开那个选区 当然都没有跟别人选啊 对 阿官 这个概念是这样的 因为就是说 民进党跟柯文哲的关系 一直很暗昧 你不是在同一个选区里面 你不用去跟人家打混仗的意思 但是不用讲这件事啊 因为这件事情 有一点子弟无银三百两嘛 这个民进党对柯文哲 是非常的两样情 那个葛特曼来的时候啊 民进党秘书长说 这个葛特曼跟我们完全无关 确实是无关啊 对对对 但是最近呢 我们有注意到这个姚文哲 对这个柯P咬得非常的紧 有说中共鼓励他 看好他选总统 还有刚刚我们刚刚提到过的 就是直接 不管怎么样 高家瑜在不在无所谓 但是直接在那样的场合 有点这个 吃这个高家瑜的豆腐 对不对 而且那个紧追者也要求处理挺科的这个陈锦俊 那我现在有个判断 大家看是不是这样子 那在之前呢 大家觉得柯文哲很难打 怎么打 他还是当市长 现在发现啊 东东西东出现了化学反应 原来柯文哲是可以打得掉的 所以现在民进党 仅全力就把他做掉 做掉之后 未来两年 他变成空窗棋 没有植物 也没有班底 那就是对未来 你觉得民进党现在是请全力 把他做掉吗 对对对 现在我的一个假设 一个判断 对对对 我觉得之前是 那他打算说 我这样子解释好了 那个我们都不要 那个我们都 在台北市 请全力把他干掉 我倒觉得他比较像是 怕丁手中当选 不是 我觉得是 如果杨文哲没有办法起来的话 没有 之前是 这个现在已经 民要柯不要丁 会不会是进党现在 现在是在略性调整 之前呢 觉得柯一定上的 所以我也不得罪他 顺水人情 打假球就让他上了 但是现在 因为韩国瑜效应 因为小野效应 发现这个柯文哲 原来他会流血的 不是铁板一块 那我现在干脆 现在开始打针了 顺势就把它做掉了 我不是 丁手中是丁手中 丁手中无法威胁到2020 没错 对 如果柯文哲现在上去的话 他现在是 让他做了四年 他已经猛虎下山了 然后再做两年 都不是飞龙在天了吗 所以我想请教 是不是民进党 有没有这方面的 这种战略调整 好 我来解盘一下 那是他变化了 才会有变化啊 对对对对 我现在要解盘 就是这概念 现在解盘啊 对 韩安兄可能是一个 很好的作家 但是他绝对不是一个 选举的操盘手 所以选举本身是一种 动态的概念 如果我今天一开始的时候 我是属于相对 属于弱势的阶段 我要先巩固我的基础 所以我不会先直接 这个去拔老虎的虚嘛 对不对 我要先巩固我的基础 所以我不会先直接 这个去拔老虎的虚嘛 对不对 我先去烧老虎的羊就好了 所以慢慢的呢 可能从远距离 慢慢一直靠近 一直靠近 靠近 靠近到差不多的时候 觉得说 现在有机会了 捡了老虎的虚 老虎也没力气了 这个时候才会去捡它 所以战略上的概念 就是说你要去衡量 整个大的局势结构 因为我们柯P也不是 没有在改变战略 它也有啊 对不对 所以它不断地在放话说什么 都是你们啊 要把这个韩国瑜赶出北农啊 你看 现在你们自己吃到 鸡啊吧 他就这样子讲 他自己吃到 不是自己吃到 你们自己做出来的啦 他意思是这样 就是你们要把它赶走 才会变成是这个样的结构嘛 所以我今天要讲这话 就说柯P市长 他也是知道 他的局势在改变 那我们在台北是一个局 在高雄是一个局